你,你好,我叫霍霍,是新上任的石王寺判官,那个,还要说什么来着? 喂,小丫头,我呢?本大爷可是遂阳一族呵呵有名的 尾巴,他是尾巴 你,你好,那个,没事我就走了,再见 是让你来打招呼的,不是来道别的 是说小柜子吗,他阳气旺盛,能够驱散美韵,和他在一起,连尾巴都安分了 嗯,就是和他说话,我也不自觉会提高音量,有点耗费精神 一开始我觉得,人偶判官很吓人,但即使尾巴暴跳如雷,血衣大人却依旧神态自若,面不改色 这样的判官前辈,真,真是太了不起了 对对对对,你厉害,你了不起,看老子哪天把石王丝烧成灰 为了将寒鸭大人和他姐姐区分开,我,我私底下叫他化劳判官 不会已经被他知道了吧 我在放空自己的时候,清雀也在休息,我在忙的时候,他也在休息,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太不私的工作,肯定比石王丝轻松吧 我,我才不想锻炼什么意志,我就想逃跑,但每次尾巴大也都直接把我送到敌人跟前 真的是受够了 你最好是被吃干魔镜儿,老子就能恢复自由了 我听人说,家里张天罗夫将军的画像能够振邪 我试过了,没有什么用 哦,那个,我不是说将军没用,是画像没用 这种振邪的事情,可千万信不得 嗯,不知道龙女大人有没有壮胆药呢 要是没有的话,夹死要,也成 同样是胡人族,和玉空大人比起来,我看起来没什么威严 其实我有自觉的,我只是,很羡慕玉空大人 其实很久以前我们见过面,那时我正在放空自己 等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已经被苏商带到地行司宫县,作为走势人员调查了 我,我拒绝过啊,让怕碎羊的人用碎羊来捉碎羊,怎么想都不对劲 但他们说,是叫以毒攻毒 我的尾巴被碎羊给吃掉了,我也差点被吃掉了 还好是王司的判官们,把他封印住了 谁让胡人的尾巴最好吃呢 哼,现在好了,我成尾巴了,碰上什么妖魔鬼怪都写好老子一把 哼 用这令旗,不仅调兵遣将能胜人一筹,投降也能先人一步 一有空,我就拼命遮止人,只要一想到有那么多朋友在身边,我就不怕了 老子最烦的指人了,半夜一睁眼,一指人从我眼前还在那儿笑,不是你的慌吗 熬夜看恐怖喜剧片,能磨砺胆量,再恐怖的地方,只要笑一笑就不恐怖了 咳咳,哈哈哈哈,就像这样,见姚萱的老板说,我有真凶之命,厄运缠身 这,这多半要怪,怪 怪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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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但你走路摔跤可怪不得我 在星茶海找个地方坐下来,看着星茶一搜一搜地过去,一搜一搜地回来 这是我消除疲劳的办法 虽然石王寺的判官们说,用来治疗失眠更有效 总之,推,推荐给你 听说工造司的造化红炉里,关着很多碎羊 后来炉子坏掉了,碎羊们趁机逃出来了 再后来,我的工作量就增加了 这,终于可以回家了 要是没人注意到我就好了